YA 今天這集企劃 今天這集企劃呢我們在室內進行 那原因呢是因為我們這次 100天的這個訓練計劃當中 已經進入到中後段 那接下來就越來越需要 依賴比較專業的這個 數據上的資源 來檢測一下到底馮滴鎖的訓練狀況如何 所以今天我們特地在室內 你知道要幹嘛嗎 要幹嘛 我們今天要幫你測驗 FTP 你知道FTP是什麼嗎 是那個 以前那個網站在抓那個影片的那種東西嗎 不是 FTP的測驗目的呢 是希望可以檢測出你在一個小時當中 可以維持的最大瓦數 那我們今天會測驗使用這個遊戲軟體 然後它的裡面有一個訓練模式 大概我們會分為幾個流程 前面會有熱身 那熱身之後呢 接下來會有兩到三趟的短距離衝刺 就是瓦數提高 然後時間只持續20秒 那在衝刺完之後會有一個休息 接下來會有第二次的熱身 那第二次的熱身呢 一樣會把瓦數提高 維持兩到三分鐘 然後再休息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最後會維持 20分鐘的這個FTP測試 那這個測試呢 就希望你在20分鐘當中 想辦法 撐到你自己可以維持的最大瓦數 所以你會看到遊戲畫面當中 會一直出現 例如說你現在的 平均值是160 170或180 那這個瓦數呢 就會依照你踩下去的力量 會有不一樣 OK嗎 不知道我覺得應該會很慘 不會啦 反正這個測驗就是 你照著遊戲走就可以 就可以完成 那中間你就想辦法維持到你自己 最好的一面 就不要放棄 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我為了 這個測驗 我幫你準備了一些小道具 希望等一下看會不會用到 就是 我有準備了一個 毛巾然後一個臉盆 在幹嘛 就是我們普渡的時候都 沒有啦 不是啦 我是那個毛巾是給你的 啊等一下 臉盆是因為我 怕你隨時會吐 或者是 就是讓你接汗 前面的大概20分鐘的時間 會以熱身的方式進行 你就跟著遊戲畫面走 它會自動幫你調重 自動幫你調輕 它叫你幹嘛你就幹嘛 那在20分鐘開始之前 我會跟你講 接下來20分鐘是要維持 那你就照著步驟 一步一步來 就可以完成今天的測驗 時間45分鐘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好我們現在課表模式已經準備完成 待會呢 就會從前面 50瓦開始熱身5分鐘 那慢慢的加上去 你只要跟著機器走就可以了 準備好了嗎 好了 OK那我們準備 5 4 3 2 1 GO 好開始踩了 現在出發 接下來你只要看著 那個裡面 有沒有發現它會自動幫你調輕 你踩很大力 它也會控制在50瓦 所以 你沒辦法去刻意控制強度 你只要照著它的走就好 你就輕鬆踩著你一樣的節奏 像現在這樣回轉數有點太快了 再慢一點 OK 它寫 Welcome to the FTP Test 我們要開始了 過拱門 就是我們的訓練開始 目前熱身時間 還有 4分30秒 Time to get warm up And get you 他說你的回轉數維持在90到100 然後現在是熱身時間 英文就算了啦 我用中文講 我用中文 我用中文 你有沒有看到左邊 我們等一下的時間是 5分鐘熱身 接下來會有20秒3燙 145瓦 175瓦 210瓦 3燙的短距離充斥 那3燙充斥完之後呢 我們會進行 3分鐘的緩和 又回到95瓦的 就是緩和踩 那接下來又會進到 3分鐘的175瓦 2分鐘的195瓦 就是讓你慢慢把瓦數提高 接下來就準備開始6分鐘的休息 最後最後 也就是重頭戲 20分鐘的持續踩踏的FTP測驗 今天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反正就像玩遊戲一樣 一個一個關卡去突破它 然後他現在叫你維持65瓦 所以你就維持這樣 還有3分鐘 繼續熱身 他就踏而已啊 還以為會多暖 好有沒有看到前面拱門了 我們即將突破終點 不是啦突破第一階段 不要講話了 等一下騎不動在那邊怪罪我 好現在第二階段145瓦 有沒有突然覺得腳變重了 還有15秒 不錯喔 你現在心率是穩定的成長 這樣看起來是有配合到 我們刻表上的目的 接下來第二階段會到175瓦 會比現在再更重一點 好準備過囉 OK GO 腳就是自己踩就好 它就會直接給你阻力 所以你不用刻意踩變大力 好維持 還有10秒 最後一階段會是210瓦 OK吧 再撐一下 你腳這麼壯瓦數這麼低 就是太虧待你爸媽伸給你這麼壯的身材 換腿腳 腿腳應該有用 最後一分鐘 撐一下 撐一下 等一下就6分鐘休息了 有沒有看到前面的那個拱門已經在那邊了 最後6秒 5 4 3 2 1 OK休息 接下來是6分鐘的休息 910瓦 所以強度開始往下降 這個時候會讓你稍微緩和心率 真的很感謝各位觀眾 一直以來都有在關注我這個 很訓的訓練計劃 但是 其實真的 開始慢慢有一點點效果出來 我覺得我 照鏡子開始看得到自己的脖子 跟肚子以下的東西 然後 都覺得 好感動喔 好感動喔 如果 你沒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 們來 一起來 參加一百K挑戰 請繼續鎖定 哲二爺爺的頻道 我們再公布 挑戰的那個日期 好感動喔 哇 還沒有滑手機耶 你現在已經瓦數一直在掉了 我剛剛跟你講 一百七、一百六 你現在都騎一百四十幾 謝謝阿 現在是怎樣 講話好好講 不要在那邊Kick他擋手 跟你講 認真騎 認真騎 你給我維持好 好 已經最後七分鐘了 幫我補一下 給你試一顆 鎮定 你跑好快喔 我快喔 你才開三十 你時速才三十幾而已 剛好啦 一直在那邊 跑字很準確耶 好了嗎 謝謝 最後一分鐘 加油加油加油 心跳一八五囉 撐一下撐一下 One minute let's go All 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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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撐一下 臉龐盤準備好了 再來再來 撐一下撐一下 不要在那邊演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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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for it 加油加油加油 二十秒 不錯 你平均已經快突破一百六了 再撐一下 再撐一下 哪裡收近 收得超近 快點快點 撐一下 最後十秒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再衝一下一百六十瓦 二 一 抵達終點 你的FTP 現在 一百五十二瓦 抽筋 抽筋 要撐嗎 要撐嗎 剛剛摩擬手車騰完成 成績是 平均瓦數 一百五十二瓦 我們用FTP 除以體重的話 目前的推理比大概是 1.7 算是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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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接下來我們就會 以這個訓練強度 接下來幫你規劃更多 就是在外騎上的一些搶路設定 因為本來其實不知道到底該要你騎多少的瓦數 然後是一個你比較可以接受的狀態 那你剛剛測驗的過程 你覺得還可以嗎 是你預想中的狀態嗎 都這麼輕鬆了嗎 原來你剛剛是太輕鬆的狀態 難怪到後面沒有吐 還可以這樣做一個加速 OK啦 接下來我們幾集會給你更魔鬼的訓練 預告一下我們接下來的外騎訓練路線會越來越有挑戰 好啦我是你的教練梁卓睿 我是天母負伸說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見啦 掰掰 局持τέ用 交替 我都要幫買 baixo